字幕提供 給大家看裡面下有多大隻 它的裡面沙桿這樣 還算OK 這個時間大家肚子餓了嗎 沒錯今天呢 又是我們的好市多新品開箱 這次呢開箱是一個大家呼聲很高的甜點 然後另外一個是我前陣子去逛啊 然後發現它有新款的炸蝦 所以就想說買回來一起開箱 首先呢我先打開炸蝦 因為它等一下要料理 這個呢它叫科克蘭的冷凍天婦羅炸蝦 它這樣一盒呢是1.07公斤 裡面呢總共有30隻 然後它的售價是629塊 所以平均一隻是21塊錢左右 然後它打開就是長這樣 這樣是一盒 它總共有6盒 然後呢它會附上它的調味包 總共有6包 蝦子目前看起來是蠻大隻的 但我不知道它是它的麵衣比較厚的關係還是怎麼樣 總之等一下我們去料理 然後呢它說建議的料理方式呢 就是可以烤箱預熱到204度 然後直接放上去烤 7到8分鐘然後翻面 我今天全部呢直接用氣炸鍋料理 因為我家的烤箱沒辦法設定溫度 廢話不多說我們先去料理吧 現在炸蝦已經出爐了 看一下 然後呢它有附上沾醬 它總共就是6包 一盒為1包 這樣看起來蠻酥的耶 燙 很像外面賣炸蝦 而且它的天佛羅那個沾醬啊 我覺得可以自己加一點蘿蔔泥 很好吃耶 給大家看裡面蝦有多大隻 它的裡面蝦感這樣 還算OK 蠻大的 還OK齁 因為我有個脫掉衣服之後 我這個蝦真的小到 很好吃耶 這炸蝦一隻算下來21塊 我覺得還蠻可以的耶 用氣炸鍋輕鬆就解決了 而且它裡面的蝦啊 不會很乾彩 也不會有什麼其他的藥水味 夠我喜歡 10分的話呢 我給它8分 今天後面那一隻好乖喔 有拍攝之前的很辣喔 那個 欸 Asian 就睡到了 對 很配合 再給大家看一次 脫光衣服的蝦 你也想問口味啊 那他說對 剩下1 2 3 4 5 6 7 8 剩8隻蝦 然後我們要把蝦蝦吃完喔 吃完 然後下一個這個呢 這是最近很夯的 這是最近很夯的 它是霸式可麗餅 打開給大家看 嗯 嗯 它這樣8個 然後售價是290兆元 然後它已經分裝好了 就是這個樣子 其實我本來以為它是千層派 但如果它出千層派 我會覺得更棒 它是香蕉 加卡士達醬 然後還有蒸果巧克力 因為香蕉本身就會氧化 所以有的會看起來黑黑的 我們現在試試看它的口味 它平均一個大概 35塊左右 我覺得它甜度很剛好耶 它餅皮不會太乾 滿濕潤的 而且因為 它擺了很多新鮮的香蕉 它可以中和掉它那個甜度 我覺得這個甜度對螞蟻人來說 可能會沒有那麼夠 但對一般人來說 我應該覺得滿夠的 算好吃的 喜歡香蕉的人 應該可以嘗試一下 不過它有一個缺點就是呢 它保存期間非常非常的短 它只有兩天而已 所以就是要趕快把它吃完 然後呢 因為 吃甜點 比較容易膩 所以呢 這次我們搭配的是 蘇維斯出的氣泡水 它這次呢 這個是跟時尚插畫家 Gary合作的 莫文偉的限定包裝 它真的 非常氣泡 好 那因為呢 吃甜的比較膩 今天我們配氣泡水 然後喝下去有變沫味的感覺 變沫味的感覺是什麼感覺 嗯 來自我紅角之戀 好 我們就這樣結束 謝謝 吃 所以這個真的還滿好吃的耶 10分的話呢 我給它 8分 因為我個人其實滿喜歡吃香蕉的 所以這滿對我的口味的 而且它一個一個都幫你分裝好了 很適合下午茶大家一起拿出來吃了 我現在吃了三塊 啊 我開始覺得有點膩了 今天呢我們開箱了兩樣東西 就是它的炸蝦 然後還有法式可麗餅 其實我真的覺得這兩樣東西都蠻好吃的 但是因為它分量其實還是比較多 就是還是建議大家可以分享 然後呢最後 蘇維斯的氣泡水